拳擊好手黃曉雯在巴黎奧運女子拳擊賽 54公斤級32強賽率先上陣 首輪遇上蒙特內戈羅選手葛球維奇 以壓倒性的5比0玩瘋對手 靠著身高優勢黃曉雯壓制對手獲得裁判青睞 第一回合拿下5個裁判的10分 取得領先 次局又成功命中對手頭部再拿5個10分 第三局選擇保守迎戰 最終還是以5比0擊潰對手強勝晉級16強 而接下來16強對手將會是大會第一種子 得過兩屆歐錦賽金牌的保加利亞選手佩特卓娃 教練也預期市場應戰 所以說對手來勢洶洶但黃曉雯身高優勢加上優異的進攻能力 也是被外媒評為台灣代表隊最有可能奪金的選手 下輪比賽將在7月30號 黃曉雯近日也將加強模擬對方的技巧攻勢來訓練 全力迎戰 三選許趙偉可不出現台北層部的 於是無法理解決定 卡在0-4次 juego 三選許趙偉可不出現台北層部 del